接著我們要上個東西叫做螺線管 首先問 有什麼方法可以增加我載流導線上面的磁場 第一個很簡單我們講過 安培定律跟電流大小成正比 加大電流就可以了 還有別的方法嗎 還有 繞一圈 繞成一圈 為什麼繞成一圈可以 增加我的磁場 就是我們前面講過的 每一小段有電流的地方都會造成磁場 所以當我還繞一圈之後 看這張 繞一圈 每一小段的電流都有磁場 然後你就發現 每一小段的電流都有磁場 都要用安培右手定則決定磁場方向 你就看到 所有的每一小段的電流在中心的在圓圈內的磁場方向都是朝內 在外面都是朝外 所以 裡面中心這個磁場就是每一點的磁場會怎麼樣 把它加強 這邊給我一個 那邊給我一個 這個給我一個 所以我就是把全部都怎樣 加強 加強 全部加強 所以它的磁力就會怎樣 變強 所以它的磁力就會變強 所以繞一圈就可以磁力變強 這樣繞一圈的線圈 就好像是一個圓盤狀的磁鐵一樣 它的磁力氣的長相也是一樣 圓盤狀磁鐵 所以這一圈的 電流 就像一個盤形的磁鐵一般 那假如你繞好多圈 像 左邊的體繞好多圈 這叫做螺線管 它就等於什麼 等於是好多個磁鐵接在一起 就變成一個磅狀磁鐵一樣 所以這個螺線管 就等於什麼東西 就等於一個磅狀磁鐵 就等於一個磅狀磁鐵 然後當然就扯到了 這個磅狀磁鐵的 大小啊 方向啊 哪一邊是N級啊 S級 等下要所有磁鐵 等下要所有磁鐵 所以這個螺線管 就像圖上顯示 就等於一個磅狀磁鐵一樣 那你就看到它的磁力線分布 等下要找一個重點 看它裡面的磁力線是怎樣 均勻的對不對 這什麼意思 等下再說 均勻的什麼意思呢 均勻的什麼意思 OK 均勻 什麼意思 代表什麼意思 OK 所以呢 這個螺線管 它的長相 就像一個磅狀磁鐵一樣 它的磁力線分布也是 一樣 也是一樣 剛剛講過 問得來 這個磅狀磁鐵的哪一邊是N啊 哪一邊是S啊 它的大小又怎麼樣啊 你要怎麼去看 怎麼去決定 OK 我們下次再說 發展示的話 真的 rä往顯示範 finitely 發展示